秀林乡公所举办重阳敬劳礼金发法 10月20号开始 秀林乡长王玫瑰、社会科长吕安美 还有村长邱金晨 前往了部落长者家中亲自发放 90岁长者们重阳礼金 同时也慰问他们家中状况 也表示可以直接向公所关怀访试员反应来进行协助 乡长王玫瑰也预祝部落长辈们重阳节快乐 秀林乡公所办理重阳敬劳礼金发放活动 并且在109年10月20号开始发放 富士村长邱金晨 社会科长吕安美 陪同秀林乡长王玫瑰 前往90岁以上的长者们家中 来亲自发放重阳礼金 同时也和长者家属话家常 来预祝大家重阳节快乐 我们这次久久重阳节 有9个村同步发放 我们久久重阳节的礼金跟礼券 那我们今天是来到富士村 我们有几个长者 我也想亲自了解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 那目前我们全乡有 235位我们的长者都会受贵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我们重阳节的前夕 能够来看看老人家 那顺便了解他们现在目前的生活状况 那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所有的资料 能够做一个记录之后 那后续会持续的来关心 在此祝福我们各位长者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就位下长文明哥表示 敬老尊贤是每一位族群所有的文化 而这次特别在重阳敬老节发放敬老礼金 就是要期盼透过重阳敬老礼金的发放活动 让部落主人们能够了解 雄雄相公所敬重长者的重要性 而下长文明哥表示 108年上任以来建设部落光怀访试园 截至在109年10月已经完成光怀视察4946家户 并且成功转介协助将近3000件的个案 期盼旋敬老江公所多面向的社福政策 能够与相信一同打造社福五四角的幸福秀林 而这次重阳礼金在各村发放时间为109年10月30号为止 10月30号之后将移到雄雄公所办理发放 尽情符合重阳礼金的乡民们 近期在11月13号以前 前往雄雄公所领取 别让自己的权益睡着了 记得继续学员不到